大家好 我是MIRROR 我在韓國終於搬新屋了 沒錯 現在這一間就是我的新屋了 然後是不是有一個沙發 我家終於可以擠到沙發了 我在兩個星期前搬屋 這兩個星期其實我都很忙 因為又要處理這間屋的東西 然後因為年尾10月 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在這個時候來韓國玩的 所以又要做一個導遊 所以這條片要拖了兩個星期之後才可以出 搬屋的當日也有拍一些片段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極度未睡醒 然後又殘忍的東西 昨天我整個房子整個通宵 我睡了兩個小時 然後待會約了搬屋公司 11點 現在10點半了 啊 幸好很多還沒搞定 我現在要繼續收拾 20點半了 1點半了 We didn't see the Л 1點半了 1點半了 好了кую bir刀 我的意思是 你在做一天的 species 我它的海色 它是否有海色 真的是海色太多 水下去 海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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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工作 還到大箱 是來點星室 喊點星室 7月9日 很多時間上班 都做了 現在就差不多了 他們都在心裡 很多人都得到 好了 搬完 然後搞一搞 天氣已經黑了 所以我打算邊撿東西邊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搬屋發生的事情 但我覺得我現在有點頭痛 因為剛才又走來走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有點狀態不太好 所以等我狀態好些 可能是明天或者後天這幾天 然後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搬屋的流程是怎樣 可以給大家看現在混亂的情況 手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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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不單內 手機呢? 手機呢? 手機不單外 手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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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es手機呢? 手機呢? 手機 TRAB 手機呢? 手機能十分裂 這個條件 手機呢? 手機出色 手機呢? 對 沒錯 屋的完成度大概是60%左右 然後家具又要再買 燈又非常之不美 因為它是在天花板打下來 所以我另外需要再買燈 而且因為我希望我家是可以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拍片 所以我應該會用一點心機去整理它 好了 首先分享一下我在韓國搬屋的情報 我這次在韓國已經第三次搬屋了 第一次因為沒什麼行李 很簡單的 我就找了一個朋友幫我 然後我就把我的衣服 好像只有衣服 然後就從A地方搬到B地方 所以完全沒有用任何車 我跟我朋友兩個人搞定所有東西 是很方便很快的 第二次搬屋的時候 其實行李是多了一點的 那時候有兩個朋友幫我 那兩個朋友看到我過程行李之後 他們都覺得我沒什麼行李 所以就幫我叫了一輛車 車的份是5萬W 那輛車就只是由A點 然後載我的東西去到B點 所以那兩個朋友就是幫我把東西 從舊屋搬上車 然後去到新屋之後 再在車子搬東西去新屋 那司機呢 只是會負責由A點開車到B點 是完全不會搬任何的東西的 不過是因為真的不是太多行李 所以也是整件事很快結束 大概一個小時內就搞定了 而今次第三次搬屋 那我因為我的行李實在是多了好多 所以我覺得沒辦法之後 我需要叫搬屋的服務 那韓國的搬屋服務呢 是有很多種的 好像剛才那樣 只是叫車呢 那就是其中一種 另外一種呢 就是這個都是比較常見的 因為我韓國人其實本身都沒什麼時間 所以他們喜歡方便快捷 他們就會用 就是包裝搬屋 那你完全不用收拾任何的東西 那根據你家的大小 搬屋公司會派回相對的人手去幫你搬屋的 那好處就是不用辛苦自己 然後是非常方便和快 一條龍服務 那但是壞處就是 會比較貴 我今次也有問過價 大概都要50萬W 那另外還有一種呢 叫做 顧名思義就是一半的包裝搬屋 就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自己就要收拾好 那然後大件或者自己收拾不來的東西 就可以跟搬屋個人一起收拾的 那我自己呢 就是選了這個噴鋪增20 那因為我覺得 通常搬屋的時候都是很髒的 那我自己個人有小小的傢伙 我不是太喜歡別人 碰完那些髒的東西 跟著又碰乾淨的東西 那但是搬屋公司 一定會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整件事 那所以在收拾東西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很大機會會把東西弄髒 那自己的收拾行李的話 有些塵封了很久的東西 可以抹一下 還有可以收拾一下 看看有沒有不需要的東西 那就不用搬去新屋 韓國其實有很多搬屋的APP 那我是隨便選一個 但是用這些搬屋APP的前提 就是你要懂韓文 如果不是 真的98% 我覺得是溝通不了的 那APP其實都是易用的 那就是輸入了一些 自己的情報 跟著新屋 舊屋的資料 然後你有多少件要搬的貨 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很快會有人報價 那次大部分的人 都是報了30萬WON 或者是以上 他們會派兩個人來 但是其中一個 我就看到他們報了17萬 但是他們只有一個人 就是司機本人 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這些APP 裡面的未必是搬屋公司 大部分都可能是司機 跟著他們做這個搬屋的服務 那時候覺得我重的大件行李 其實不算太多 那如果司機真的可能搬得很辛苦的話 那其實我都可以跟他一起搬 所以我就選了17萬那個司機 那當日司機很準時 那大概用了兩個小時 就把所有東西 收拾好 然後去到新屋 把東西放下 那我在報價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少報到任何的東西 我所有的件數都是對的 但是我見司機一個人 又搬得那麼辛苦 然後我看到那個 大概是一噸的卡車 然後我是要打開後面那塊板 去塌上去 然後其實他都說 那些東西太多 他希望可以加3萬Won 就是總共收20萬Won 但是我也覺得 始終這個也是一個辛苦錢 我覺得他太多不錯 然後他手腳都是快的 所以呢 我最後就給了25萬Won 給他 那我覺得用這些搬屋APP的好處就是 會有所有司機的資料 評分 然後留言評價 你可以逐個逐個看完之後 再決定你要選誰 那如果大家 有這個需要 用到這個APP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是要注意的 因為它有一欄 就是寫著搬屋的方式 它有4款給你選的 第一種就是 只要車 就像我第一次搬屋一樣 駕車只會由A點去到B點 它是不會負責搬任何的東西的 如果你有朋友幫你搬屋的話 你就可以只選它 而且我知道 有時候 有些朋友會轉讓大型家具 例如是床 衣櫃 桌 等等 但是買那個人 是需要自己找車去 車舊東西回家 那這個選項呢 我就覺得很適合大家去用 那第二個選項呢 就是一搬搬屋 那全部東西呢 是要我們自己 搬好 搬入一個箱 然後司機來到 只會把那些箱 幫你由A點搬去B點 但是要留意的是 他們其實因為搬運的時候 是會用板車的 所以他們封好的標準 就是封在一個盒裡面 那Size是App裡面有寫的 那如果你的東西太凌亂了 你可能是東一代西一 他們是不會逐件逐件幫你拿上尺 都會一樣幫你放入箱裡 然後搬上尺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變了是我的做法 那我剛剛也有說過 噴鋪爭 就是我自己 將一些東西 小件的東西 收拾好 然後搬那個人來 就會將這些小件東西 搬箱 或者你自己喜歡搬箱 都可以 然後就和他一起 將東西打包好 然後搬去新屋 那所以總結一下 第一 如果你是一個人搬屋的話 你的韓文能力 是一定要足以溝通 因為雖然大部分 都是用App去入資料 但是搬屋的當日 司機是都會打電話過來 跟你去確認所有的資料 那如果你是聽不明白的話 那就會有點麻煩了 第二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的話 記得一定要千萬注意你的安全 有可能的話 就是儘量請一個朋友幫忙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就是多一個人看著 其實整個危險性 是會減低很多的 第三樣東西 就是要注意物件 一個不留神就會不見東西 因為好像我這次 其實我也有少少 生活用品不見了 但是它不是什麼貴重東西 那我就算了 其實我本身還有一塊全身鏡 留在車裡 但是我當下沒有發現 是之後它再把鏡子搬回來 跟我說 才知道是不見了 那我覺得這次司機 應該都是不小心的 那反正都 不見了 那我也沒辦法 那我在韓國搬過三次房子 三次都用不同的方法 以上分享的 就是我所知道的情報 謝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那如果你也有經驗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我們的經驗 都可以幫到這麼多 在韓國生活的朋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 傢伙方面 其實我打算 遲些會去現在傢伙看看 所以下條影片 就會是現在傢伙的Vlog 大家敬請留言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幫你支持我 想知道最新動向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G或者Facebook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要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們在下條Vlog到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